今集我去中環吃了一間餐廳 那天下班 和好朋友一起品嘗一下這間餐廳 話說有個朋友去試完 很棒 極力推介 我們試一下 菜單有分兩款 1200和1000 我們今次試了1000 分別是12件壽司和8件壽司的分別 前菜也很豐富 也有個很飽滿的山蠔 超級正 好好味 哇 師傅純熟切魚山的手勢 幸好可以坐在師傅前面拍片很方便 和師傅好好溝通 學習一下日本料理知識 非常肥美 這個蠔真是很想念 很好吃 整晚跟朋友聊天 也有收穫 因為可以和師傅談談日本料理的知識 每次問 超級白癡的問題 我都會問 因為難得有機會 哇 這盆是師傅放在壽司上 點絕的口味 你們都聽到 超級夠火盒 好棒 好地味 我不是很熟 有些魚名 如果你要考我 我都沒有辦法 因為師傅說 每一次 他來到他的配搭 都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 都要按照師傅的介紹 吃進好餐 經常都會出現 都會 裝飾你純粹 看 嘩 我們的刺身已經準備出爐了 超級正 超級正 真的好正 吃過一層尾 很美味 新鮮的尺背 鑑板魚 和刺魚炸 我們先吃了 紅尺背 鑑板魚 最後才吃刺魚 刺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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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師傅的指示 順序地吃刺身的部分 之後就準備吃壽司 他問了很多問題 原來他真的會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把醬油放在旁邊 半碟 因為原來 嚴格來說 日本鹽損食 都是不會放醬油的 芥末 都已經搓了 會放少許 醬油 醬油的飯 都會混合 師傅說 最完美的就是 暖暖的飯才是最好吃的 今次 我覺得跟我上一次 吃紅尺 體驗很不一樣 因為這個師傅 都比較好客 就是有求必應 問了他 他都會回答 他身上也學到很多 吃日本刺身 或是日本料理的文化 真的很有心機 吃了師傅的心機 嚴選一些新鮮的刺身 蝦膏 蝦頭的蝦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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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感 就是由食物的溫度 一層次 先把蝦手抹 海膽間直是我的最愛 海膽間直是我的最愛 現在千萬不要怕吃不飽 因為真的很飽 最後我已經飽到吃不下 甜品可以吃到 這集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 請記得訂閱 和分享給朋友 下集見 拜拜